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周围并没有足够高的建筑物 使人体掉落下来能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力 男主通过流水判断出这辆车不是停在这里 而是划过来的 走出小巷 男主朝上坡方向望去 这栋大楼跃然眼前 随后 男主带着助手前往大楼调查 镜头一转 一个金发大妈穿着西装的猥琐男 商场保安老黑 一个白富美 帽子哥 五人等陆陆续续上了电梯 恶魔的游戏即将拉开序幕 就在这时 电梯突然停滞不前 值班室的保安也发现了异常 于是 马上吩咐修理工去看看情况 电梯里 大妈跟老黑抱怨 老黑表示自己只是个临时工 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大妈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依然疯狂指责 这时 保安通过电梯里的对讲装置告诉众人 已经派为修工去修复 但是对讲装置出现了状况 电梯的人能听见保安室 但保安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时间一分一秒都过去 人们也开始焦躁起来 男主和助手来到大楼下 并发现了地上的碎玻璃 男主确定这才是死者挑楼的真正位置 与此同时 修理工并没有发现异常 于是决定重启 电梯陷入了黑暗当中 大妈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电力很快恢复 大家看到老黑 拉扯着和他吵架大大妈 所有人都猜测着 这老黑也太重口味了吧 老黑解释 他有幽逼恐惧症 因为紧张 所以才会乱摸 无聊之际 猥琐男开始推销自己卖的鞋垫 众人纷纷嗤之以鼻 露出不屑的表情 电梯里陷入沉默 这时电梯再次陷入黑暗 白富美突然惊呼一声 灯光亮起 众人发现 白富美的后背受伤了 老黑发现猥琐男身上有血迹 猥琐男解释说 是他倒在我身上蹭的 当过兵的帽子男要求缩身 保安看到这情景 觉得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于是报了警 赶来的警察还是那套说辞 让大家放心 然后让自己的助手 去查所有人的资料 就在这时 灯忽然又灭了 猥琐男死在了碎锅的镜子下 一封信 原来猥琐男是一个 推小诈骗犯 很多人因为被骗 从而自杀 而这时 帽子男准备爬出电梯顶 检查一下电梯 白富美认为他想逃跑 于是把他拉回来 这边 保安小胖告诉男主 他看到了恶魔的脸 并认为这肯定是恶魔感的 男主从口袋掏出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对不起 原来五年前 男主的妻子儿子 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四气逃逸 只留下这一张纸条 从此 他再也不伤心 上帝和恶魔 电梯中 大妈和老黑再次发生矛盾 大妈掏出一瓶 防狼喷雾 却根本不能用 老黑抢过 发现保质期 早已过了二十年 修理工打算爬到电梯顶 手动重启电梯 却意识失足 摔死在了电梯上 周人看到这一情况 只能叫他消防员 拆墙救人 另一边 男主通过监控 发现大妈是个小偷 电梯灯光再次暗灭 再亮起时 大妈被电线 吊死在了电梯顶上 惊恐了三人 开始相互猜忌 帽子都怀疑 是老黑干的 可是白富美却认为 是他干的 于是和老黑联盟 挑唆老黑杀了帽子男 最终被警察制止 这时 男主得知 白富美也不简单 曾经三次 敲诈已婚男人 如今嫁入号门 而老黑还是 白富美老公公私的人 男主顿时明白 可能是白富美老公 发现他骗婚 导演了这一出 电梯中 魔鬼再次带来了黑暗 黑暗过后 老黑竟然扭掉了脖子 一命呜呜 灯光再次暗去 这一次 白富美死去 帽子男一脸懵逼 这时 死去的大妈站了起来 大妈已经被恶魔附体 并对她说 你准备好了吗 下一个就是你 这时 帽子男回忆期五年前 他醉酒开车 撞死了一对妻儿 并逃逸 回到现实 帽子男通过秀女工 掉下来的对讲机 表达了心中的愧疚 恶魔大妈见他真心悔改 便消失在了黑暗中 在车上 男主告诉他 当年你撞死的是 我的妻子儿子 我一直在想 遇见你时 我会怎么样 但是 现在我原谅你了 其实 这部电影有很多细节 其中包括人性 与宗教的各种明示暗示 电影的主旨 就像影片中 旁白军说的那样 如果恶魔是真实的 那么上帝也是真实的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电梯里的恶魔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